這次演技跟張志堅又被拍到和金友莊一起喝咖啡談事情 但就在同時後 一名穿著白衣服戴墨鏡的女子Joey 卻跳出來說自己才是張志堅的正牌女友 兩人交往五年 卻因為金友莊的出現而變調 我剛剛在幻影呢 然後現在高雄 有時七年 一小姐的這種事情之後 我們就順便拍過之後 我今天還氣氣 是因為被拍到的 其實還一直都會想 因為我們今天講得很好的話 然後不見事情才不會錯 Joey還拿出和張志堅一起出遊的畫面 以及兩人的私密簡訊 指控張志堅曾寫過我愛你 還有來陪我的對話 但最近張志堅疑似又因為金友莊而刻意躲她 一小姐她一回我沒多久 她就不見了 她又不見了兩天 可是明明到現在這句話張信都沒有 所以我說 我今天要出案去看玩笑 結果我可以撐住 不過求證張志堅 張志堅卻反控根本不記得Joey 還懷疑她是要來勒索 我想起來了 這個是跟我同事的交往 不是我 拜託誰會擠著她 她要這樣弄是怎樣 應該是要來勒索要起來的 三方個說過的話 只是張志堅和金友莊的飛聞 炒兩年還沒停 如今又爆出疑似正牌女友 已讓張志堅和金友莊的飛聞 又被放大見識 多關心龍嘴陳偉依在台語道